欢迎来到梦TV新闻频道 我是裴兰英 这是今天的主要新闻 团圆恶男三度娶新娘 林泽西和依佩下跪道歉遭羞辱冲高收拾 三立八点台剧一家团圆五日播 出恶男林泽西与恶女和依佩的婚礼 收拾冲高到3.34 观众都在等着看两人如何被收拾 好好的婚礼变成一场大闹剧 最惨的是新娘和依佩被连甩巴掌外 还整脸摔进蛋糕里 观众大呼过瘾 是名符其实扎女的报应 而林泽西则被冠上结婚达人的封号 连他的爸爸在婚礼开始时都忍不住先开酸 我儿子结婚 我已经吃第三次喜酒了 希望这是最后一次 接着还压着两人下跪逼他们和大家道歉 巧的是 在剧中和依佩背叛了龙宇申被甩巴掌 何依佩表示 确实有点吓到 他笑说在打时他已经有心理准备要被打到飞出去 因为那场戏他情绪很激动 一直处在崩溃边缘 何依佩只能乖乖地被打而已 而且是连环报应 其他演员也跟着轮流来打 由于何依佩在剧中被叛龙宇申 与林泽西乱搞男女关系 以至于怀孕后肚子里的小孩到底是谁的成为了观众讨论话题 甚至有观众推理说既然是双胞胎 两个发生关系的男人各一个 而看戏的观众很生气 观众骂他可以理解 但自己妈妈看戏都很气愤 他相信当天看到女儿婚礼戏被中人 很甩巴掌应该会飙高血压 因为他妈妈很入戏 亲妹罗巧伦之前在友台也演坏人 两个女儿都在使坏对妈妈来讲负担有点大 何依佩说 妈妈常常边看边很生气 激动地说 你们怎么都不演一下好人 何依佩只能回 妈 我也不愿意啊 而演到现在他也不想角色被洗白了 笑说 如果是真的这样子的话 就坏到底 都撕破脸成这样 那么难听的话都说了 头都洗了 就一路坏到底没再怕 不然这时候洗白 前面的坏就白费了 感谢您收看MaoTV新闻频道 记得点赞 分享和关注 每天更新最新消息 在评论部分 让我知道你的想法 请不吝点赞